好 说到车开车要有功德心 这位民众看到了有一个车 他开出了停车格之后 撞到了前面的车之后 当场逃逸 整个过程抛上网也引发讨论 有人觉得可能是这个驾驶技术太差 其中有24年赛车经验的这名专家分析 他说应该是因为等停车位这个车子 阻挡了要离开的驾驶的视线 导致他分心 所以才会撞到其他的车子 怎么办呢 他也提供了一些具体建议 停车格里的小客车 前进后退三次 车头终于转了出来 没想到才刚开了出来 就撞到了停在前面的车子 他撞到了 照事后小客车竟然没有停下来查看 直接开走 狠狠刮车的过程 全被后面等着停车的驾驶拍了下来 开出停车格 怎么会撞到前车 一下子就把超跑停好 即将出发前往打卡 参加赛车的车神陈和黄 一眼就看出问题 如果要进这个停车位的 要嘛他要帮他指挥 否则最好的方式是 这辆车应该是要停到前头去 让他有很多的后方视野 这样子他就可以很顺利的开出来了 来到汽车教练场 我们找教练模拟 车子停在前方跟后方 两种等待路边停车的情况 当等车位的车子停在后面 驾驶的视野果然被等着停车的车子挡住后方视线 不过当等车位的车子停在前面 我们要开出车格 变成要再跨越一辆车的宽度才开得出去 等路边车位到底要在前面等 还是后面等 民众想法也很两极 民众路边临停等车位 属于一般临时停车 不可熄火停超过三分钟 也不可占据车道 不然就是违规警方可以开罚 路边停车怎么停 才不挡路又安全 真的好难 记者陈广瑞许家师 台中报道